文人在您看到您跟游淑慧的議員的這個照片放在一起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無奈 我覺得一般民眾應該可以很輕易分辨我跟游淑慧的差異 所以我是覺得放在一起就凸顯詐騙集團真的非常的俠 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是截藍不同的兩個人 怎麼會擺在一起然後認為是同一個人 不管是眼睛 臉型各方面都不一樣 妳的差異是哪部分有差異 差異我想大家都應該都看得出來應該不需要我明說 拿去問台灣的每個路人讓大家去分辨我想 大家都能夠輕易的分辨出來 兩個人的眼睛是不是都蠻大 不是眼睛大就叫做長得像 對啊 那等於有所會有到你的臉書上面去留言說 現任立委不應該這樣嬉皮笑臉 你會覺得他就有點放錯重點 我想我是立法委員裡面對於打架 不管是在質詢述發部經管會 相關部會法務部等等都是最用力的一位 不管是對於過去我們剛剛所說要求165反詐騙要更精進 或者是對於長輩的這些不動產遺傳 或是iMessage的事件等等 我們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 所以我覺得我們對於打架的要求跟防堵 絕對是比任何人都還要認真跟努力 倒是有淑慧議員 我覺得他應該要專心於市政的監督 當然現在他想要選立法委員 但是對於立法院的很多問政或是很多的事情 我覺得他也要提出他能夠解決的辦法 那當然如果大家能夠一起關心打架的事情 或是 如何有更有效的方式去防堵詐騙 我覺得這也是好事 樂觀其成 但是 也不是用這種 謾罵式的攻擊 我想這也不是民眾所樂見的 那妳的演唱會有在求備嗎 有在規劃啦 對啊 那如果沒有辦法辦在北流 會不會覺得難過 當然因為北流是我的選區 如果能夠辦在北流 我覺得是很棒 就是 但是 因為柯文哲竟然已經 受挫 我們也不會自己再去自取其辱 那柯文哲 你已經挑戰 柯文哲票是要訂8800 你有沒有再來多 你覺得你可以再更高 我覺得8800塊是有點過高啦 因為我上次 四年前辦的那一場才880 而且我 為什麼差那麼多 唱歌比柯文哲好聽 那也有可看性 卡斯內容又比他堅強 那而且長度也非常的高 4個小時 所以世間大哥才說 物美價廉嘛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才賣880 那我現在想起來 確實是有點心酸 所以未來如何去規劃 我自己也會好好的思考 因為畢竟 平常我都免費唱歌給大家聽 我覺得大家有點身在福中不知福 好像不知道說我們的歌聲其實是很 珍貴的 那 所以我現在有在思考以後不要 免費唱歌給大家聽 因為柯文哲唱歌那麼難聽都賣8800 啊我還平常 免費唱歌給大家聽 還被大家這樣子對待 我覺得內心有點感傷 所以調高票價是勢在必行 調高票價喔 我相信就是 只要是支持者 當然多少錢他們都 當然 可能都會願意來聽 但是對我而言我希望是能夠 讓喜歡我支持我的朋友 都能夠有機會 去聽我唱歌 所以是不是 票價的部分其實不是重點 而是讓 真正喜歡聽高家瑜唱歌的人 有機會來我的演唱會 那很多小朋友其實都很喜歡聽我唱歌 包括這個3歲到 80歲 很多幼稚園小朋友都是 聽我唱歌長大 我在路上他們他們 都會叫我唱歌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很多爸爸媽媽也能夠帶小朋友一起來 那小朋友可能也負擔不起這麼高的票價 所以我還在思考用什麼樣的方式 能夠讓大家都能夠一起 同歡 這個是最重要的 重點 所以有可能是朝這個 新子演唱會的方向來做 考慮對不對 我覺得有很多的可能 但是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們就是 可塑性蠻高的 然後什麼歌都會唱 然後也不限於什麼樣的類型跟曲風 所以確實我想我們的演唱會絕對是比柯文哲要精彩非常多 那我覺得最難接受就是 柯文哲很會用演唱會來創造話題跟聲量 從這個8800到4分鐘銷售一空 到邀請嘉賓這些都是話題 但是這些我四年前就已經做過了 而且我們的嘉賓 到我們的這個整個演唱會的流程都是精心策劃 可是卻只賣880 我們有打算要去當柯文哲演唱會的嘉賓嗎 我們是沒有接到邀請啦 不過我們自己的演唱會 本身就已經很有看頭 而且一定可以跟柯文哲 PK 我相信 今年大家最期待的演唱會之一 絕對是高嘉瑜演唱會再回歸 那說木桓演唱會 我可以說是十組 因為四年前我們就已經辦過 而且當時也是我們下午兩點多演唱會 但是早上十點就有歌迷朋友一大早就來排隊等待 所以那個時候也是萬人空巷 甚至我們的卡斯非常的堅強 網羅了包括大家最喜歡的王世堅大哥啦小提琴 還有包括這個苗柏雅 甚至賴清德副總統當時也參加 那甚至其他包括跨黨派的學姐啊等等 也都有來還有黃傑等等黃靜盈 所以我相信我們當時確實是一時之選 而且連唱了四個小時 絕對是物美價連指揮票價 讓大家餘音落糧久久不能忘懷 所以這四年我也一直接到很多的歌迷朋友 一直期待我們能夠再開一場 那我們現在也正在緊鑼密鼓的 希望能夠趕快來籌備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這個總統候選人 他開了這個票價八千八 是有點誇張啦 因為如果說要比照Black Pink的話 那你至少也要唱唱跳跳 而且Black Pink 至少也有四個人 那動作各種舞台的表演 那所以票價八千八 我覺得年輕人可能比較負擔不起 那我們的票價絕對是讓大家負擔得起 CP值最高 而且能夠讓大家聽到飽 是八百八嗎 票價我們也還在規劃 因為畢竟也要看場地 來去訂價 但是絕對是讓大家買得起聽得起 因為我們的歌迷是從三歲到八十歲都有 我們也希望說爸爸媽媽帶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也有很多喜歡聽 嘉宇姐姐唱歌 也能夠來一起共襄盛舉 那如果柯主席邀請您 您會參加嗎 我可能沒有辦法參加耶 因為畢竟我還要準備我自己的演唱會 那我現在演唱會也是有很多 需要籌備的地方 那我也希望說我自己能夠把最好的一面 呈現在我的演唱會上 而且如果我去柯主席的演唱會 可能大家就不來我的演唱會了 因為大家就在那邊聽我唱歌就好啦 所以我一定要自己辦我自己的一場 只有在我的演唱會才能夠聽到高嘉瑜 還有王世堅 因為已經被我綁定了 所以你去柯主席那邊也是聽不到王世堅拉小提琴的 你今天辦的進度怎麼樣 辦的進度我每天都在練習啊 像我剛剛也是在唱李文的歌啊 所以我就覺得我每天都隨時的都在準備 但是大家也知道演唱會 畢竟也是要時間去規劃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能夠趕快的推出來 因為我們當時四小時也是有變裝 甚至也有很多舞台的效果跟設計 那絕對不輸藝人 甚至我還有一次遇到幾位年輕人 他們說他們跨年的時候不是看市政府的跨年演唱會 是看高嘉瑜的演唱會 因為有四個小時 足夠他們跨年 我聽了覺得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規劃我們的演唱會 鎖定北流嗎 北流因為我有問過大概有四千人 這個已經是超越一般的 一般的政治人物 我想要去北流辦 這個突破性確實是滿高的 因為大家也知道說 連柯主席他的演唱會都只有三四百人的場地 那我第一次辦四年前那個大概也是三百人左右 所以我們會以這個方向看能不能增加 盡量滿足歌迷的期待 但是就是怕 萬人響應 藝人到場 也不好 所以我們還是要慎選場地